好,然後再來 可以幫我拉到那個 大概31分57秒的地方 好,這邊就可以了 就這裡,就這裡,就這裡 好,這棟大家一定都認得 101大樓 導演把101大樓放進來 其實也有他的用力 不然就不會安排說 為什麼那兩個男主角 想要回宿舍的時候 會用101大樓來當一個指標 好,那其實 就我自己這個台北人來講 我覺得那個大樓還蠻不好看的 從他一開始開到現在 我覺得他的外型怪怪的 不太舒服 可是呢 這個101大樓在外籍勞工朋友們 他們的心目中 跟我們想的不一樣 我們大部分本地人 沒有很喜歡這個建築物 但是外籍勞工他們 還蠻喜歡101大樓的 有時候我放假去 那個101大樓裡面 都會去那個觀景台 通常禁區裡面最多 都是那個路客 但是其實你會看到很多 提布比較黑的外籍勞工 也去101參觀 我們就很好奇啦 為什麼 就是 它就是一個貴物不好玩的地方 為什麼外籍勞工朋友會那麼喜歡 後來我們有做過一些田野調查 就是說 你們為什麼會那麼喜歡101大樓 他們就會講 因為它很高 很直 你隨時隨地都可以看到它 因為它很高嘛 你在台北每個地方 基本上一抬頭就會看到101大樓 他們就會覺得說 因為101大樓在那邊 有點像是他們的一個信念 因為其實外籍勞工 每個人就是抱持著 很強大的信念來台灣工作 可能要那個 賺錢回家養小孩 給自己家裡的 先生太太用 他們當然也會有那個 軟弱想要撤不下去的時候 然後每次遇到這種時候 他們就會抬頭看101大樓 因為很高很直 就好像那個 不會倒一樣 他們就會覺得說 看到那個101大樓 然後就充滿了勇氣 我覺得聽起來也還蠻合理的 就如果我們哪一天去 杜拜當外籍勞工 搞不好看到那個哈尼巴塔那麼高 也會覺得 啊 我要好好賺錢回台灣 所以這個外籍勞工 在外籍勞工心目中 101大樓其實對他們 有這個含義在 所以導演把它放進這個片子裡面 好然後再來請幫我拉到 37分44秒左右的地方 37 好 這邊這邊這邊謝謝 好然後這一段抓進警察局的戲 其實我 我覺得蠻有意思的 他們在路上遇到一個喝醉酒的台灣阿伯 反正就是打酒風跟他們在那邊滷 然後那個阿伯 講了一句話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你台灣就要崩台灣威 我覺得這是一個否刺 因為 這部片是台灣出品的電影沒錯 但是導演不是台灣人 四個主要演員不是台灣人 然後甚至片子裡面講的語言 也不是台灣話 是菲律賓話 我覺得導演有點在跟我們大家講 就是說 在台灣不一定要講台灣話 其實 我們這個比較包容的社會嘛 所以 因為 你說這樣在台灣要講台灣話 那原住民他們講的 是他們自己的母語 那個也 也沒辦法印他們叫台灣話 所以我覺得那個導演 本身是一個外國人 他講這句話 他安排那個喝醉酒的阿伯 講這句話 我覺得是有他的用意在 是想要用那個 比較龐敲側擊的方式 把他的理念傳達給我們聽 然後 這兩個倒霉鬼被抓進 警察局之後 那個女警很漂亮 對 女警很漂亮 然後那個Manuel 他很愛美女嘛 他就講了一句 阿這個警察 為什麼台灣警察那麼漂亮 菲律賓又沒有那麼漂亮的警察之類的 然後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巧的事情 2009年 這部片有這句台詞 為什麼菲律賓都沒有漂亮女警 但是呢 過六年到2015年 今年代表菲律賓去參選 世界小姐的那個女生 就是一個女警 這邊沒有網路 沒辦法給大家看那個女警的照片 所以其實菲律賓是有非常漂亮的女警 而且 有天使命廣魔鬼身材 還可以代表菲律賓去參加世界選美比賽 只是出現在六年後 沒有 這是一個 很有趣的 時空橋迫下的場物 好 然後 請幫我拉到 14分12秒的地方 好 對 就這一段 請讓他跑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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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剛剛那一段他們兩個在那邊幻想那個沙發 那個也不是隨便安排的 呃 等於 這部片等於可以是說 這兩個男生 男生看到那個沙發廣告 然後他們開始對那個沙發產生一些幸福的幻想 才會影響他們後來去撿那個人家不要的沙發 一直想搬回去 等於說那個沙發貫穿整部片 從一開始引發他們的想法 然後一直到最後 那這個當然也不是隨便的安排 呃 我跟大家講一下我看到的東西 就是在印尼 呃 你在裡面都可以看到 可是呢 可是呢 這些家具 你如果喜歡這個家具的話 你可以去買它 但是你不能用它 為什麼 因為 這個家具是要賣給 外籍勞工在故鄉的家人 就譬如說 好今天你進去那個家具店 看到一張桌子 然後你眼睛看到這張桌子 你覺得它很漂亮 你想要買給家人用 你就跟這邊的店員講 我要買這張桌子 然後 他們就會聯絡在印尼那邊的那個公司 就是把一模一樣的桌子搬到他的家去 你喜歡這張椅子 你想要買給家人用 然後你就是一樣 你付錢 然後 他們那邊 印尼那邊的總公司 就是把那個椅子 送到你家去 讓你的家人可以用 所以這是一個很有趣的文化 就是說 付錢的那個人在當下 他是沒有辦法享受到這個東西 他是花錢 然後讓他的故鄉的親友 享受他在台灣買的東西 所以有時候 我覺得那個家具裡 那種家具行裡面賣的不是真的家具 他賣的是一個外籍勞工的夢想 對 每次都 就是覺得每次進去 有時候我跟我的同伴去 然後我那個同伴要坐在一張沙發上面 我就說 你呀 你坐在某個移工的夢想上面啊 對 我覺得是一個賣夢想的地方 因為 呃 大家可以想像嗎 如果你有一個家庭 有先生太太或小孩 大家一起去大賣場 那如果 你們看上一張沙發 你們可以全家一起坐在那個沙發上面試坐 很喜歡 就馬上把他帶回去 大家都可以試 但是因為他們 外籍勞工這一種 從分隔故鄉跟台灣 所以 他們在台灣 就只能 看著那個沙發 然後自己想像 家人 或者是跟女朋友 坐在上面幸福的景象 在付錢 讓故鄉的人享受 所以剛剛那段幻想 不是導演亂想的 是真的 每個外籍勞工 他們心裡面都有這種想像 我覺得那是一個 呃 進口語言上面很精彩的部分 所以導演選這個沙發 從 從到尾貫穿 從一開始貫穿到最後 我覺得那個沙發 它不只是一個單純的價值 它是代表就是 那兩個 外籍勞工的夢想 他們一直想要把那個沙發搬回家 其實就是想要把自己的一個夢想 搬回家 這是每一個來台灣工作的 外籍勞工的心聲 因為 他們都是帶著一個夢想 來台灣 呃 賺錢 當外勞 當看物 去抓魚 當然那個 薪水比我們低 生活條件也不會太好 他們就是靠著一個 對自己 呃 家人家人他身上的夢想 或他自己本身有一些夢想 來熬過這3年 6年 9年 12年 然後夢想達成以後 才回到 家裡去 呃 大家記不記得 那個 他們兩個男主角 在 跟一隻狗 被一隻狗嚇到 躲到那個斜坡上面的時候 那兩個男生又來吵架 然後 Manuel就很大聲的 對打鬥獎 你可以逃避啊 你可以 離開台灣回去啊 你在故鄉就是一個失敗者 才會來這裡 你可以再逃回去 就是那個 我覺得那個導演安排那個橋段 吵架橋段 有一點點 刻意 但是那個其實就是要突顯說 你現在如果放棄你的夢想 你回顧下去就是一個失敗者 所以最後打鬥就是用他 就是很生氣嘛 跑去下那隻狗 有一點像是說他克服他以前的那一些心魔 然後 繼續把他的夢想用勇氣留下來 然後 就用他的行動 做給我看做給我看 他就真的把那隻狗嚇走 我覺得那個 那個橋段有一點點刻意 但是也是導演想要呈現的 中心思想